这是我们一米六可以两米长的油压升华机 单边双锅也升华机 那这边呢我们展示这个温控的时间 这个是电源开关啊 这边是三个仪表 这个是三个温控表 是控制这个左边中间 还有那个右边这个这个三个部分的一个 那个发热的一个温度 首先我们可以调这个温度 可以按这个向上箭头 或者这个上面按这个下面那个按钮来 增加或减少温度 一般调两百二十度就可以烫升华烫了 也可以按这个这个中间那个也可以这样调 向上按一下上面会 来减少这个温度 向上增加这个温度 一般调两百二十度就可以了啊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好这个已经调了两百二十度已经OK了 然后这个是时间 然后下面那个 从下面这个发热板呢 升起来的这个时间需要八秒钟时间 一般升华烫需要三十秒钟时间 那三十秒加上八秒就是三十八秒钟 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个按下箭头来 下面这个按钮来增加秒数 也可以按这个按钮来减少秒数 一般三十秒钟 三十八秒钟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 这是手动的转换开关 当摆上左边的时候呢 就是手动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按那个远程的 这边有个远程的绿色按钮来 来那个就是 绿色按钮来启动烫化啊 那如果说我们打到 自动状态的时候 打到中间的时候呢 这个设备就不会烫化 那右边的时候呢 设备会自动烫化 你看了没有 这个发热板就会动动弹起来 那我们如果想中置烫化的时候 就按钮去 就中置烫化了 首先我们试一下那个 这个这个 手动状态一个烫化的一个效果啊 好我们来那个 看一下这个 这个工作板呢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 上面是一个工作板 下面是发热板 那这个是高温布 高温布是用来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工作的 那一个一个材料的 下面的话是铺那个生化纸的 然后就是铺完生化纸呢 再铺这个迪伦布 迪伦布铺好之后呢 我们把羊毛毯盖上去 这样是为了缓解 这个烫化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把发热板进去 把碗子进去就可以了 回到位置后呢 我们按一下这个远程绿色按钮呢 因为现在是个手动状态 设备就开始烫化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开始倒计时 那这个温度就开始倒计时了 它是计时的 到了三四方面的时候 这个发热板呢 就会自动往下面那个 降下去 烫化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是下面发热的 从下面油压机 从下面往上顶的 这个设备的压力 有四吨的压力 双缸的油压系统非常漂亮 非常的 就是说质量非常可靠 这个发热板就有十二 十四公分那么厚 发热板很厚 外面是一个铝板 好这个烫化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 把它拖出来 大家看一下我怎么跟着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推进去 另外一个板就出来了 把这个推开 这就是它烫度完成了 好 我们把这个揭开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烫化效果 非常漂亮 我们把这个推进去 这个颜色比他们辛苦 来那个 因为这个比较大嘛 就是应该要两个人展示 才比较好一点 但是 那这个时候 就用我一个人的铁钢钢的话 就是不太方便 我把它拿下来吧 好 再过来一下可以吗 过去过去翻一下吧 过去翻一下吧 过去翻一下吧 送你 你都可以 这个烫化效果非常漂亮 可以一下效果 可以的吧 可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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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ı本 感谢观看